在臺港人大陸國慶這一天 在西門町舉辦接獎活動 遭大陸旅客強行拆旗 連路過的臺灣人都看不下去 陸客態度很強硬堅持要拆旗 臺灣人陸陸續續出面緩甲 在臺港人在臺舉辦多場活動 過去遇到陸客頂多就是叫囂 這次頭一遭碰到動口又動手的中國人 昨天的那一堆中國的旅客 他們就是非常的燒焦 然後他們就是甚至用動手的 用他們的手機翻著中國的國歌 對此陸委會表示 家耳明徐辛陸客是以探望母親的名義來臺 但他們的媽媽根本不在臺灣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明明是旅遊卻用探簽名義 陸委會將依規定要求兩人離境 要請服訴之客 訴訴離開臺灣 TVN新聞 綜合報導 聯邦伯 運動 TVN新聞 綜合 on